大家好,谢谢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 IVF Step by Step 试管音步骤分享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第六步 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步 胚胎冷冻储存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 非常谢谢张医师为我们分享 欢迎张医师 谢谢Michelle 嗨,大家好 我是Dr. Chong 欢迎你们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到了试管音系列的最后一步了 也就是第六步 冷冻备胎的服务 还记得上一回我们提过 在进行备胎移植之后 假如有剩余的备胎 我们可以把它冷冻起来 假如说第一次尝试试管音不成功 第二次我们就不需要从头来过 不需要重新注射排卵针 也不需要重新做卵子抽取手术 而能够把之前冷冻的胚胎 在解冻之后来进行胚胎移植 有一些夫妻就很幸运 第一次试管音就成功了 然后在他们生产之后 可能小孩有一岁到两岁大 当他们准备要怀第二个宝宝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回来用这个之前冷冻的备胎 进行解冻之后来进行备胎移植 我们中心就有提供这个冷冻胎的服务 我们是要怎么样准备这个子宫呢 在进行备胎移植之前 通常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我们的子宫内腔健康 也就是说子宫内壁需要够厚 我们都有好几种方法能够来增厚这个子宫内壁 在我们中心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 很简单的就是服用是口服一个荷尔蒙药 可能在月经的第二第三天或者第四天 我们就可以开始服用这个荷尔蒙药 然后服用大约14天两个星期后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哨音波扫描 假如内波够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备胎移植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有些人可能选择 不要靠药物 我们就可以依靠自然排卵 因为在自然排卵的情况下 我们的子宫内壁也会自然的增厚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自然方法 也是一样 等内壁够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冷冻备胎移植 在实验室里 其实我们是如何冷冻这些备胎的呢 而且我们把它们储存在哪里呢 这个我们就让Michelle来为我们讲解 好的 谢谢张医师 所以在实验室方面呢 当胚胎已经被我们养成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适当的冷冻 我们会把它经过我们的激动技术 把它放进这个就是我们叫的 Nitrogen Tank里面 这个Tank其实就好像一个很大的Store Room 把我们所有的胚胎都放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Tank里面呢 我们会有Liquid Nitrogen 也就是液胎单气 它是四下196度 所以它是非常冷的 所以这个胚胎可以在里面 它的grading不会有任何的更改 所以Let's say如果它本来是graded air 它进去的还是graded air 当然很多人会怕 我们如果万一 不知道要放在那个地方 不懂会不会弄乱其他人的胚胎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实每一个Store 我们除了会放病人的名字 就是生日日期 我们还有Color Coding 就是依据不一样的颜色 来分辨不一样的病人 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的 像这个病人的 然后移植到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病人的身上 当然我们除了胚胎冷冻 我们也可以冷冻 只是单单卵子 或者单单精子 这一部分我们有请张医师 继续为我们做深入的解释 对的Michelle 我们中心除了提供胚胎冷冻 我们也有提供这个 软子 精子 冷冻的服务 我就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就是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提供这些服务 先来说精子 冷冻 好像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夫妻 进行试管医治疗的时候 有一些先生他们在外地 有时候甚至是在国外做工 然后在软子抽取手术 当天无法回到我们中心 来给他的精子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在之前 让先生就找一个他能够抽空的时间 先来到我们中心 把精子先冷冻起来 所以就算他当天手术不能够回到我们中心 我们还是能够用之前冷冻的精子 来进行这个试管医治疗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不幸者 他们不幸患上癌症 而且我们也知道癌症的治疗方法 比方说化疗 电疗之类的 都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软子和精子 所以在他们进行治疗之前 我们就先把他们的软子和精子冷冻起来 一旦他们已经完全康复 而且准备要小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之前冷冻的软子和精子 来进行注孕治疗 来帮他们怀孕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 social egg freezing 也就是软子冷冻 因为有一些女性可能就是忙着事业 就还没有准备要怀孕 可是又担心 假如把怀孕的计划推迟几年 又怕到时候软子比较不健康 会影响怀孕成功率 所以他们可以选择在年轻的时候 比方说35岁的时候 先把软子抽取出来冷冻 所以就算他们推迟这个怀孕的计划呢 到时候用之前冷冻的软子 也不会影响这个怀孕成功率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心也有提供的服务 好的 谢谢张医师的分享 可是我们通常 普遍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当我们冷冻起来的胚胎 他们通常可以放多久呢 其实理论上来说 是可以储存永久的 但是当然我们中心 当然是不能够无法提供这个永久的服务 在我们中心通常是提供五年 这个冷冻储存 假如有一些夫妻五年之后 他们要我们再继续提供这个冷冻服务 我们也是会继续的 好的 那一般上这个冷冻技术会有什么风险呢 刚才你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现在用激动的方法 其实这个冷冻的技术呢 就是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先进了 所以可以说风险是非常小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会 就提醒我们的夫妻就是说 唯一的这个风险呢 就是当我们在解冻的过程之中 假如这些胚胎 卵脂 精子 本身的质量是不太好的 他们就可能在解冻的过程中 无法生存 所以我们就会 失去一些 胚胎 卵脂或精子 可是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们可以说 冷冻的风险是非常小的 所以不用担心 好的 谢谢张医师的分享 今天我们就圆满的结束了我们的四管音步骤中文系列 当然我们还会有接下来的中英文和马来语的版本 在六月的时候会推出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脸书或者Instagram 当然如果你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分享 他们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上面也是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张医师 谢谢 拜拜 拜拜